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爆炸袭击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了290人 超过了500人受伤 针对此次连环爆炸的调查工作正在进行 23号斯里兰卡进入了全国紧急状态 并且举行了全国哀悼 斯里兰卡总统媒体办公室22号发表声明说 从当地时间23号零时起 斯里兰卡进入有条件的全国紧急状态 声明没有提到此次全国紧急状态将于何时结束 为悼念遇难者 4月23号被定为全国哀悼日 关于连环爆炸袭击 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 宣称对事件负责 不过斯里兰卡卫生部长 塞纳拉特纳2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斯里兰卡本土极端组织NTJ 也被称为全国任主学大会组织 与此次爆炸袭击有关 塞纳拉特纳还表示 斯里兰卡方面最早曾在4月4号就收到外国情报机构的警告 NTJ组织计划发动自杀式袭击 他表示 斯里兰卡政府有责任 并向遇害者和伤者作出道歉 目前 国际刑警组织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已表示 将协助斯里兰卡政府调查此次连环爆炸 22号 斯里兰卡警方在首都科伦坡的圣安东尼教堂附近 成功地引爆了一可疑车辆内的爆炸物 避免了人员的伤亡 大概在下午4点钟左右 我们在几公里外的地方是听到了一声闷响 我们根据相关的线索来到现场之后发现 当地的警方宣称的这次的爆炸是在他们发现了可疑车辆上的爆炸物之后 进行的控制下的这个有计划的引爆的行动 当天 警方接到举报称 一辆可疑车辆一直停放在21号曾经遭受炸弹袭击的圣安东尼教堂附近 警方随即在车内发现三枚炸弹 并将其有计划引爆 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还是引起部分民众恐慌 当天 警方还在克伦坡一个主要公共汽车站 发现了87枚炸弹装置 据悉 斯里兰卡总统希里塞纳 要求安全部队采取充分行动 加强教堂和所有其他需要额外防范的地点的安全 此外 在21号遭到炸弹袭击的 克伦坡三家五星级酒店中 香格里拉酒店受损较为严重 目前已全部清空并停止营业 而另外两家酒店则只有小部分封闭 大部分空间仍在照常营业 我们再来看一下 根据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22号提供的消息 在此次的斯里兰卡连环爆炸袭击当中 中国公民遇难的人数从之前的两人修正为了一人 另外有五名中国公民失联 五名中国公民受伤 4月22号下午 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程学员 在斯里兰卡总理府出席421爆炸事件 外国使节集体通报会后 与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 就爆炸事件中伤亡和失联的中方人员善后问题进行沟通 程学员大使表示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受爆炸事件影响的 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问题 希望斯里兰卡政府高度关注中方重大关切 采取有利措施解决好后续问题 维克勒马辛哈表示 斯里兰卡政府和人民对于中方人员的伤亡感同身受 将全力配合中方做好相关甄别 救治和善后工作 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斯里兰卡使馆 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物前往斯里兰卡 以在当地的中国公民请加强自身安全防范 尽量远离人员密集场所 并关注使馆发布的安全提醒和当地媒体报道 确保自身安全 鉴于斯里兰卡当前局势 如中国公民在提醒发布后仍坚持前往 将给当事人带来巨大安全风险 并使大使馆难以提供有效协助 由此而产生的费用将由个人承担 美国白宫22号表示 美国政府将不再给予部分国家和地区 进口伊朗石油的制裁豁免 以全面禁止伊朗石油出口 美国白宫当天发表的声明说 美国政府此前给予部分国家和地区 进口伊朗石油的制裁豁免 在5月初到期后将不再延续 该决定旨在通过实现伊朗石油零出口 来剥夺伊朗的主要收入来源 美国还称将继续扩大 对伊朗经济的极限施压 来应对伊朗威胁 声明表示 美国将与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和其他盟友采取措施 确保全球原油市场供应充足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 就此事表示 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实施单边制裁 和所谓长臂管辖 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公开透明 合理合法 理应得到尊重 中国政府致力于维护 本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愿为促进国际能源市场稳定 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受地缘政治影响 国际油价22号大幅上涨 截至当天收盘 纽约商品交易所 五月交货的 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7美元 收入每桶65.7美元 涨幅为2.66% 六月交货的 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 上涨2.07美元 收入每桶74.04美元 涨幅为2.88% 美国去年11月重启对伊朗能源 和金融等领域制裁 但为稳定国际原油市场供应 美国当时给予印度 土耳其等八个伊朗原油 进口国家和地区 暂时性制裁豁免 美国政府去年5月 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并恢复对一制裁 并在此后加大对一制裁力度 伊朗方面对美方的制裁 和敌对行为表示强力谴责 并否认美国的一切相关指责 菲律宾北部的三淼里市省 在22日下午发生了6.1级地震 截至目前已经造成了5人死亡 多人受伤 多个城市有建筑物受损 距离地震发生地 三淼里市省不远的 邦板牙省省长 莉莉亚皮内达说 该省波拉克市的一座四层楼房 在地震中轻塌 造成三人死亡 多人受伤 还有数人被埋 该省卢巴奥市 混凝土墙发生倒塌 致两人死亡 在镇中三淼里市省 周边省份 以及首都马尼拉市 一些在建楼宇 墙壁出现裂缝 还有一些建筑物 因地震晃动 出现不同程度的倾斜 地震还造成非北部一些城市 电力供应中断 位于邦板牙省的 菲律宾主要航空枢纽之一 克拉克国际机场 因地震受损 多架航班已取消 非交通部表示 机场暂停运营一天 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说 此次地震为构造地震 目前已监测到多次余震 综合分析预计 不排除发生更多余震的可能 在地震发生的时候 菲律宾大马尼拉地区的震感 非常的明显 有亲历者用下人来形容地震发生时的情形 我所在的这个地区 在22号下午的地震当中 也是发生了强烈的震感 大家可以看到 我身后有一栋办公楼 那么这个办公楼 在地震当中 楼顶的部分 出现了一个漏水的状况 但是这一个情况 大概在10分钟之后 已经得到了控制 那么目前从这个大楼的 灯光恢复情况来看 这一地区已经恢复了正常 有在该办公楼附近工作的目击者 向记者讲述了地震发生时的情形 然后我们知道 在那里的水中 是灯光的 因为地震发生时的 地震发生时的 对于地震发生时的 多长时间 在10分钟之后 然后我可以听到 哭声音的声音 从我的屁股 在屁股 在屁股 周围的 然后我会听到 屁股的屁股 开始开始 有砍 屁股 从一屁股屁股 到另一屁股 然后我认识 我必须要衣服 要站在扭门的扭门 然后尝试 避免任何事发生 然后它继续了 我认为30分钟 至1分钟 但是是挺可怕的 邦板亚省 是此次菲律宾 北部墙镇的重灾区 地震导致了邦板亚省的 波拉克镇的一栋建筑坍塌 造成了多人伤亡 目前还有30多人被困 搜救的行动 仍然在进行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 记者凌晨发挥的报道 那么大家可以从我的身后看到 这一座建筑 就是在这一次地震当中 受损最严重的一个地方 那么现场警察已经在这里 建立起来了一条封锁线 来确保搜救行动 能够顺利地开展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 这里至少布置了 三辆重型的起重机 来确保这个屋顶 不会在余震当中坍塌 帮板牙省减灾管理办公室的新闻官告诉记者 这栋四层高的建筑是当地的一家超市 在地震中发生了坍塌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 搜救行动从22号下午5点半左右开始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座超市的侧面 从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角度 能够更好地看到这座建筑物的原貌 现场的搜救人员正在通过打孔的方式 来对现场进行一个搜救 那么他们刚刚告诉我说 目前这里已经发现有生命的迹象 23号凌晨4点左右 一名女性终于被成功救出 现场的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 此前据邦板牙省减灾管理办公室的消息 截至23号凌晨 该省在地震中的死亡人数 已经上升到9人 随着搜救行动的进行 死亡人数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 目前邦板牙省的波拉克镇 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财经频道推出的系列专题片 《五通共助思路梦》播出了第三集 设施联通打造便捷世界 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给一带一路的相关国家 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一块去看一下 在中国新疆与哈萨克斯坦边境线附近 有一个被称为欧亚大陆南底级的地方 这里是广袤的欧亚大陆上 距离海或大洋最远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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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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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印度洋 道路相通 管道打通 电网驾通 通信联通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让人们跨越地理的阻碍 穿越时空的距离 将彼此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相互联通的通途上 贸易将更加兴旺 城镇将更加繁荣 人民的生活将更加幸福 让我们继续 我与一带一路系列报道 塔尔沙漠地区资源匮乏 自然条件恶劣 是巴基斯坦最为贫穷的地区之一 当地的居民普遍都靠放牧为生 勉强地维持生计 2016年随着中铁十九局 开始承担塔尔煤矿的建设 周边的村民成为了煤矿工作的主力 他们的生活也变得富裕了起来 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位 当初的放羊娃 今日的煤矿卡车司机 木特拉布 早上六点天刚亮 木特拉布就和工友们一起 穿好工作服 戴上安全帽 排队接受这一天的任务布置 然后他和工友们一起乘坐 百度大巴 前往工作地点 巴基斯坦塔尔二区块 露天煤矿 这里 整齐划一的停放着 有固定编号的卡车 木特拉布找到属于自己的卡车 里里万外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 仔细擦洗车辆反光镜和挡风玻璃 确保自己能够安全驾驶施工 这些安全工作 使木特拉布等一百多名煤矿卡车司机 每天要做的必修课 塔尔沙漠地区资源匮乏 夏季平均气温超过50度 自然条件恶劣 是巴基斯坦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当地居民普遍都靠放木为生 与牛羊为伍 放羊娃 木特拉布在来到煤矿城为卡车司机之前 连汽车都没有见过 更不用说安全驾驶卡车 我们这个矿产是属于巴基斯坦 第一个大型的露天开采煤矿 所以这些司机你可以说 从来都没见过这些车辆 所以我们对他们进行的 最少是一个月的安全培训 塔尔煤矿面积达9000平方公里 煤炭储量约1750亿吨 是巴基斯坦迄今发现的最大煤田 2016年4月 中铁19局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开始进场 承担煤矿的开采施工 从此培养技术人才 解决当地就业 也列上了中铁19局的工作日程 木特拉布说 当初自己前来应聘 周围村民普遍认为这是冒险选择 大家怀疑 一个连车都没见过的放羊娃 如何能够驾驶体型庞大的卡车 但是木特拉布和家人商量之后 还是鼓起勇气 和村里另一位老乡 花费12000卢比 约合600元人民币 去巴基斯坦首都附近的驾校 学习了卡车驾驶 然后回到了塔尔煤矿参加应聘 现在木特拉布已经是塔尔煤矿 一名出色的卡车司机 他每个月能够赚取35000卢比 约合1700元人民币的收入 从一名普通的放羊娃 跃身成为村里的富裕人家 在木特拉布的村庄遍布木民居住的茅草屋 木特拉布曾经也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而现在他已经住上了两间砖房 院里停有摩托车 屋里买有电视机 尽管屋内设施依然简陋 但相比茅草屋生活 已经很是富裕了 木特拉布说 他的小梦想都在逐渐地实现 接下来他想实现一个 更大一点的梦想 三年来 塔尔煤矿培训当地员工800余人次 许多周边村民都像木特拉布一样 成为了煤矿工作的主力 目前塔尔煤矿挖出的煤炭资源 已经用于几公里外的电站发电 投资消费 互为机会 看看有什么财富新角度 华尔街看好素食消费前景 美国植物肉生产企业计划上市 小猪成心宠 日本首家小猪咖啡厅人气高 我们来看一下 近年以来 随着环保主义 素食主义等等 消费现象和生活方式的兴起 人工合成的素肉 或者是基于植物蛋白生产的植物肉 开始在美国流行起来 近来一家名字叫做 超越肉类的公司 所生产的植物肉汉堡 开始在美国受到素食消费者的追捧 华尔街的投资者 也都看好这样的一个 消费市场的增长前景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超越肉类公司 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提交了上市计划书 审批通过之后 将正式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超越肉类公司 为何如此受到消费者热捧 和投资者青睐 秘密全都藏在这一块块 看起来和真实牛肉饼 毫无差别的植物肉中 从超市货架到私家厨房的煎锅 鲜嫩的植物肉 在黄油的煎烤下滋滋作响 配以不同口味的芝士片和蔬菜 一份地道的鲜蔬芝士汉堡 就完成了 不光是素食主义者爱吃 不少爱吃红肉的消费者 也对超越肉类公司的产品赞不绝口 表示口感和口味与动物肉汉堡 几乎没有差别 据介绍 基于植物蛋白合成的植物肉 不仅口感与动物肉无异 还更有益于人类的饮食健康 植物肉不含饱和脂肪酸 与反式脂肪酸 不含胆固醇 没有肤质 不含抗生素 不含转基因 长期使用可以降低 磷患癌症和心脏病的风险 超越肉类公司创始人伊森布朗表示 公司希望通过提倡食用植物肉的方式 来应对气候变化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目前 全球51%的温室气体 由畜牧业及肉食加工产业造成和释放 扩张的畜牧业占用了全球陆地 可用地表面积的45% 进而造成了全球资源紧张问题 从食用动物肉转向植物肉 有望缓解这些问题的发酵 超越肉类公司产品的畅销和环保至上的理念 也得到了华尔街投资者的积极回应 其中不乏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 和奥斯卡营地莱奥纳多迪卡布利奥的身影 此外 超越肉类公司还从美国知名食品公司 泰森食品公司拿到了融资 自2018年第四季度起 华尔街就频繁传出超越肉类公司计划上市的消息 近日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式公布了 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计划书 根据计划书 公司计划发行875万股 发行价定在每股19至21美元的区间 如按照每股21美元的理想发行效果计算 公司的公开股票市值将达到12.1亿美元 据悉 公司原始股东持有的股份将不会被出售 公司上市融得资金将主要用于食品研发和扩建新厂 再来看最新日本的第一家小猪咖啡馆落户了东京 顾客们可以边喝咖啡边和可爱的小猪互动 是不是非常吸引人呢 我们去看一看 咖啡店以小猪之家为主题 店内整体采用了温馨的木质设计 给客人营造出一种来到小猪家里做客的感觉 咖啡店共有11只小猪都是经过品种改良的迷你猪 年龄在2到4个月左右 体重不超过5000克 那这个小盒子里装的呢 就是一些切好的胡萝卜和红薯 那这也是小猪最爱的零食了 直接在店内买上一份 就可以给小猪们喂食了 那据店员介绍呢 这些小猪的智商大约是相当于一个2岁的儿童 在经过1到2个月的训练之后 就可以像宠物狗和宠物猫一样 听从人的指令了 在这里顾客可以带上小猪一起看书工作 许多客人在这里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 咖啡店采用提前预约制 开业以来平均每周接待顾客近1000人次 达到了预期的2.5倍 门票费用在800日元 约合人民币50元 人均消费约2000日元 约合人民币120元左右 十五年前日本第一家猫咖啡店在大阪开业延气暴涨 从此宠物家咖啡的混合液态模式 在日本迅速普及开来 据统计 日本目前已有近千家宠物咖啡店 宠物相关市场规模达到1.5万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900亿元 随着少子老龄化的家具及独居人士的增多 蒙宠们的吸金能力今后还有望继续提升 看到这么可爱的小猪 更是想要吃素食汉堡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21号晚上 上海的某小区的一辆特斯拉的Model S 发生了燃烧 而幸运的是 此次事故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但是大火拉上了旁边的奥迪 还有雷克萨斯陪造 小区的高层住户也被疏散 事发时间约为21号晚8时15分左右 据车主董先生介绍 事发时间距离他停车入库的时间 不过半小时左右 从事发车库监控画面可以看到 事发时 这辆特斯拉轿车先从底盘部分 突然冒出白烟 短短5秒内 白烟越来越大 随即发生爆燃 窜声明火 火势猛烈 目前 火灾原因和财产损失 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之中 事发后 特斯拉公司发表声明表示 已经派出团队赶往现场 积极联络相关部门 并配合核实情况 不过具体原因尚不清楚 受此影响 特斯拉22号股价下跌4% 欢迎回来 2019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 即将举行 在事员会的园区之内 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理念 无处不在 建设者们将生态优先 彰显于各个角落 今天我们就一块去看一看 事员会里面最绿的地方 总面积约60公顷的自然生态展示区 是在原有的归合森林公园基础上 改造提升而建成的 在展示区内 除了约40公顷的原有林地被保留外 还新种植了5万株桥木 12万株灌木 与此同时 3.5公里的木栈道穿行在展示区内 可以为公众提供近距离感受 体验和发现自然生态的魅力 为了避免施工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这些木栈道都是经过了特殊的设计 其实我们用的都是装机的基础 大家现在也可以看到 所有的木栈道的下面是通透的 我们没有对生态进行了一个 进行这种隔离 这个廊道的连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保证物种的这个能够稳定 平衡地继续向下发展 除了成活的林地被保留下来外 原来森林公园内枯死的树木 也保留了下来 在形成独特景观效果的同时 其生态的意义更为突出 腐烂腐化以后 它是构成生物界的这种 生物循环的必然组成部分 它烂掉以后 由微生物把它分解完以后 变成养分 再由其他的植物吸收 再形成生长 形成了这种自然界的 这个物质的自然循环 所以就是说这是最生态的 也是最接近大自然 自己循环的一种方式 而除了动植物的自然循环外 展示区内还有一个水生态的自然循环 这个总面积约5公顷的湿地 是整个园区的水质净化系统 通过湿地内的水生植物 微生物将园区上由 硅水河和再生水场 来水进行净化后 流入园区内的 唯一的一个人工湖 硅瑞湖 带到试园会正式开幕后 您可以来到自然生态展示区 通过科普展示与讲解 近距离感受大自然最原始的 生态循环过程 从古至今 书籍不仅记录着历史 传播着信息和知识 也是一个时代情感和精神的记忆 如今大多数的人的生活 变得更加的数字化 而依旧有人愿意花大价钱 重温过去的美好时光 英国的一家创新公司 就发现了其中的商机 把二手书转化成为了 每年几千万美元的大生意 图书世界是一家总部 位于英格兰南部海岸的公司 每天他们都会从 英国各地的慈善商店 收集二手书 通过卡车运来的二手书 就有超过30万册 图书世界公司从二手书中 筛选出有收藏价值的图书 然后进行转售 例如伊恩·弗莱明创作的 首部007系列小说 《皇家赌场》 第一版现在的售价 达到近2.4万美元 去年图书世界出售了 20%的二手回收书 营业额超过了8000万美元 虽然利润可观 但是图书的筛选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如今人们对二手书籍 兴趣越来越浓 不仅是英国当地的买家 在寻找这些特殊的商品 借助互联网的力量 来自世界各地的买家 也在购买二手书籍 新西兰简阳毛锦标赛日前开战 数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 大显身手 一伤令下 捡羊毛快手们就拿起了剃刀 三下午 除二给绵羊脱去了东一 厚厚的羊毛堆成了小山 绵羊也乖巧地躺着 任由参赛者剃毛 最后英国选手亨利梅奥 以8分15秒 减掉五只羊的羊毛的成绩 获得了第一名 来看位于湖北宜昌的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 正值春耕农忙的时间 秀丽的风景 劳作的人们 构成了一幅幅优美的画卷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我们一块去欣赏一下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中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